要來調查一下 其實其實這個說法 也聽了十年 有時候常常有人講說 就這樣轉播 卡拉卡拉 然後甩頭 或是突然喝冰水 或是突然彎腰 然後低頭撿東西 會造成主動脈玻璃 有這樣的危險 有這樣的說法 超恐怖的 因為最近在網路上 就有這樣的一個傳聞 就講說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就曾經有這麼一個案例 大家就說 江炳坤先生為什麼會離世呢 就是因為它是這樣 彎腰下去撿手機的時候 就主動脈玻璃了 好恐怖喔 怎麼會這樣 到底怎麼是主動脈玻璃 等一下 先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主動脈玻璃 其實是一個 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 主動脈是我們身體 最大的血管 我常常比喻它就是 身體的高速公路 然後它只要一出現 所謂玻璃就是 我們講的白話一點 它其實是主動 就是那條路 它可能有點塞住了 如果中間塞住的話 你下半身完全都沒有死亡 所以一旦發生之後 很快就會產生很危險的狀況 死亡率非常高 要趕快搶救 那所以為什麼會發生 主動脈玻璃的 其實剛剛像欣怡跟主持人 提到的很多症狀 其實目前來講這些症狀 並沒有非常大的證據說 跟主動脈玻璃有關 真正跟主動脈玻璃有關的 就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血壓高 第二個就是我們之前 在節目有提到的一些 像馬凡式症候群 就是他們先天上 他們血管的結構 就比較脆弱 對 所以這兩個是主因 那至於剛剛提到的一些症狀 像轉頭 然後轉頭 其實我們比較常看到是第一個 對 頸椎的方面可能會受傷 或者是少部分也有可能會造成 頸動脈 脖子的血管有一些撕裂傷 那如果說彎腰 其實比較常見是那種 有些彎腰都起來 可能血壓或有 知識性低血壓 人會昏倒 但這些其實跟主動脈玻璃 倒是沒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在這幾個症狀裡面 其實真的可能有一點相關 是灌冰水 真的 我好愛喝冰水 我也是耶 夏天到了一定要喝 對啊 但是這個是有前提的 就是說 在你很炎熱的情況 突然灌冰水 它可能會增加一點點 就是說你因為 就是很炎熱的時候 你突然喝冰水 又可能會造成心跳加速 然後在少部分的情況 可能會造成心律不整 那有些人因為心律不整的發生 就會增加一些 這個斑塊玻璃的機會 但是還是要強調 這種機會大多數都是發生在 血壓沒有控制好的人身上 一般人體質上這種機會 相對來講是滿低的 而且